收音聽 收音聽 嗨大家好 我是海莉 現在來到 不要忘記節目名稱了 現在我來到四角亭這邊要隨機旅行 但其實我真的沒來過這邊 這裡是哪裡 這裡算基隆還是算瑞芳 而且我從四角亭車站出來 我有一種熟悉感 因為大家知道火車站附近 就是那個區域的蛋黃區 我自己本身是住在宜蘭頭城火車站正門口 什麼東西 我被丟綁了 But I had it where I I know I'm over you I saw my feelings right out Somehow out of the blue I feel I wanna rewind I hold so much to you I just need one more more Because my problem is My problem is My problem is 好亮喔 等一下這裡好亮喔 這裡去哪裡 整個都是霧 今天不是要隨機旅行嗎 這個… 今天的你要想辦法用預算在限制時間內 介紹這一區的景點挖掘在地活動與美食 預算1400塊 計時六個小時 注意一定要把錢花頑竊 自行開車載熊貓 我一定要載它 防備這個累贅 要問一根據以下關鍵字 找出要去的第一站 神隱少女 邱錫薰 三層海警 醒腦 禁止用手機問路人找出答案 三層海警可以懂 神隱少女可以懂 那個阿妹茶館 邱錫薰 邱應該是先生 邱先生是誰 醒腦 醒腦 你就好好走路吧 我現在沒有要想了 邱錫薰 醒腦 金瓜石勸雞湯 剛剛我在這裡有看到一個阿伯 然後感覺熟悶熟路的 我上去問那些阿嬤好了 阿嬤你好 這裡附近有去買一個名字 他醒腦的嗎 以前我們這樣我們都睡覺 都睡覺 都睡覺 對 我們要找的那個會不會因為疫情也沒開 有開 有開 好 謝謝阿嬤 我要繼續找 都不怕開 對啊 這樣你要注意安全喔 阿嬤拜拜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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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還跟我謝謝 我們繼續往下走 重點要先問到人吧 這裡滿漂亮的耶 可能我覺得這裡好像 都沒有人住耶 你好 不好意思 請問你在有一個叫邱錫薰的人嗎 那有一個東西說什麼 跟神影少女啊 然後山城海景 你會不會有聯想到某個地方 那有九份吧 我現在想說 那我們一路現在開回家如何 我現在開得很順手 要不要大家分別住哪裡 我載你們回家 要不要 等一下我們已經下班啊 我跟你們講 我剛剛問了每個人 他們聽到我的問題 就一臉疑惑 他們就是那種 一副離妳在公開校的那種表情 看我 因為妳講米牆的地方 咖啡 是嗎 咖啡 這方向是對的 所以我們要去找 那我就知道是阿妹茶館啊 好討厭喔 沒有手機的感覺好討厭喔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好了有沒有 那個可以幫我查一下 這四個關鍵字 然後對 你幫我看 秋席巡 然後九份 看一件洗腦 秋席巡工作室 秋席巡工作室 是什麼什麼 在哪裡 十坎街 二巷 它是在賣什麼 它是在畫畫的 畫畫的 好 然後它 它是在老街裡面嗎 問超多 好 那我要繼續尋找了 謝謝 謝謝你們 你看 所以我們現在能知道 秋席巡先生是一個畫家 然後他在十坎街二號 有一個工作室 好啦我花一百塊買提示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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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就生動了 我們就在同一台車上 你多少個摩托車貼得到 老闆你這樣十坎街在哪裡嗎 我本來是要在這裡 這個上去 好 謝謝 謝謝 這裡四十六號耶 我沒有找二號耶 二號會不會是源頭啊 我們四十六號走到三十七號就這樣耶 怎麼辦啊 我們四十六號走到三十七號就這樣耶 怎麼辦啊 我沒有找二號耶 還是我們這一集就是讓我在這裡喘 然後喘四十分鐘就夠了 今天是你走過路最久的一次 應該是近兩年 對 因為之前我環島我就開車了 要嘛騎機車騎擋車騎重機 沒有像今天完全都是台階十階這樣往上爬 大概每半年一次就夠了 這樣好累 我要封走你們了 請問 剛剛是誰跟我說 車停下面走上來 六百公里 然後我 然後我就要往 這裡 我知道了 神明少女那個洞穴 這是咖啡廳耶 就這裡對不對 Oh my God 妳有拍到嗎 要把我剪掉嗎 好痛喔 要把你剪掉嗎 要把你剪掉嗎 好痛喔 喔 我現在還剩一千百七十塊 任務達成我可以解下一個任務嗎 品嘗完第一站的食物後 請老闆推薦附近的景點與美食 並與熊貓一統前往不得拒絕 可以拒絕嗎 但我覺得這很好耶 因為我之前環島的時候吃到這間店 我覺得這間店老闆煮的東西很好吃 就會問老闆說 老闆請問你推薦這附近有什麼美食 你也覺得很好吃的 通常這樣的老闆推薦的美食 應該都不錯 有點太燙了 是跟我們剛剛爬樓梯的那樣 背樣子形成鮮明的感覺 欸其實這裡環境蠻chill的耶 因為它離台北市區其實不算遠喔 你都市區開車應該頂多一個小時以內 就可以獲得這樣世外桃源的美景 其實是CP值蠻高的 那我強烈建議大家平日下午來 因為我今天是禮拜三下午 這裡附近沒什麼觀光客 沒有其他人 就禮拜二而已 那這個禮拜過得好漫長喔 這怎麼是禮拜二 我想問一下 請問你是在地人嗎 是啊 那我想問 有人說我要來酒糞丸 請問你推薦要去哪裡 除了你們山巴咖啡之外 第二個地方還要去哪裡 我覺得可以去 對於也是草店 也是一間咖啡店 也是草店 對 謝謝你 不會 掰掰 要訂閱喔 這個地方很適合拍照耶 就是這裡 如果有些cosplay 有些古裝的喜好 這裡很好拍照耶 我現在沒有手機 請幫我拍 啊在這裡 喔 這個氛圍跟跟我完全不一樣耶 這比較現代感 很像那種信義區街邊小店 那種咖啡廳的感覺 滿漂亮的 我跟你們講 其中有一個百草之味 裡面有魚腥草 商業美工根 愛草全民 青人黑豆 傳統青草 搭配古物的巨多之味 天啊 聽起來很酷 聽起來很酷 馬上 快 gedacht 十字幕 請坐 我覺得剛剛 森巴咖啡的店員推薦對了 來這裡還有聖代鹿貓的服務耶 好不錯耶 好香 它感覺是個小女子 開始 開始 欸 好啦 貓咪就是這樣 那一隻小貓貓一直看我 我就知道了 我跟大家講 我覺得這個雞蛋糕 它裡面很紮實之外 它的卡士達醬不會太甜 還帶有淡淡的桂花清香 其實滿好吃的耶 很紮實 然後我剛剛看Menu 它每一種品項下面 它都會寫說 適合什麼人飲用 像那個暖洋散測 它是說適合過勞疲倦者的溫和補漆茶 各位要不要來一杯 之前環島或是我去其他地方玩 我都會先把我要去的地方茶好 尤其我是一個坐不住的人 所以我通常要把星辰排得很密集 喝完茶 好趕快走下一站這樣的感覺 但今天是完全隨機 其實就是蠻放鬆的 就是有時候那種隨機 反而會挖掘到不錯的保障店家 現在是下午2點多 九份山區已經充滿了霧耶 我現在要前往九份老街 我現在要前往九份老街 因為我要把身上的840塊花完 但剛剛那個也是草堂的附近 沒有其他店家 可以擠入往上嗎 你們為什麼都不回我花 我知道那筆費用又留在哪了 因為後面有寫 從這裡到瑞芳火車站大概要205塊 對不對 你們是不是要把我丟包在這 然後讓我下山 不知道 可是應該往內走 應該走 你們知道這個嗎 台灣每個老街一定都有的 賣那些懷舊小點啊 然後懷舊小玩具的地方 我要進去花錢 你買在幹嘛 等丟你們 你就綁肺會比較怕蜈蚣還是怕蟑螂 沒關係我現在吐好 我兩個都買 你們知道現在那種財富自有的味道 真的是很不一樣耶 我有840塊 然後這些東西 其實才15塊20塊 我把它花完真的花不完 那郭台銘的人生就是這種感覺嗎 又有840塊 喔 拜託 我們現在走在路上大家會覺得我是明星耶 我們太多台機器在拍了吧 因為妳穿得很漂亮 妳沒幾萬 拜託 妳會不會以為我是蔡依林 護理長的店 就是在家 阿姨 請問你今天有營業嗎 有啊 有 那我要壓舌頭 我還要豬血膏 然後雞心 雞心 阿姨 你就是護理長嗎 是 我在醫院民國67年 妳還沒出生吧 我們應該都還沒出生 對啊 還沒有 這樣就好 這樣多少錢 市場嘛 對 DIP價100塊 那我這樣 欸 你壓舌頭就100塊咧 欸 我知道 阿姨 我把錢花光啦 當然知道啊 DIP價 就是 你們堅持要付錢 就是收最低100塊 不是啦 我知道你們會電視要付錢 阿姨 我要把錢花光的啦 我還有700多塊 這樣多少錢 50 50 然後 會壓舌頭100嘛 還有鳥蛋 就250 好 那也沒差多少 有啦 50啦 好 我看他生啤酒耶 我要買一杯生啤酒 很大一杯耶 就80塊而已耶 他內用150 然後這個80 很Chill耶 會可以假裝是喝綠茶耶 但其實一直邊 邊走路邊酗酒這樣 就不是無糖綠喔 就是生啤酒 這個跟剛剛喝那個炒茶的情緒 完全相反 而且我剛剛看喔 護理長剛剛的阿姨啊 他整個一排一排 顏色超深 每個滷味是滷透 滷到都變成醬的感覺耶 很好吃耶 有沒有QQ看 重點是他豬血糕很Q 你咬到後面那些糯米會這樣回彈的Q度 然後再加上它醬很濃郁 所以整個東西很入味好吃耶 剛剛來酒杯你調來這個行程 奶乳味配啤酒 沒有 當然是不開車的前提之下啦 自行開車載熊貓 我一定要載它 交給你們囉 然後我現在要吃它其他的品箱 我今天最喜歡的部分就是 拿個護理長的滷味 跟一杯深啤酒 遠挑酒份的山景 雖然有下一點雨 可是整個氣溫是非常舒適的 我覺得是很舒服的狀態 然後很放鬆 他們說這弄得很假耶 對 真的很假 那其實如果放在這 我覺得有人會想到 那我們要不要來人類觀察學 那個冰塊顆粒是粗的 所以每個圓碰到這些冰的時候 它會有點QQ 所以它的外層會更Q 咬勁更夠 好久沒有吃喔 我記得我上一次吃是 高中 我跟我朋友就很喜歡吃這種QQ的東西 所以我跟我同學就會搭火車來 然後吃芋圓 可是 高中喔 大概是三年前 我是現在的 欸 現在高二 我真的 之前來的酒份 商業氣息比較濃 我記得我高中的時候來 那時候全盛時期 老街裡面是摩肩插熊耶 然後今天就是 真的很好地放鬆的感覺 反而是 比較多時間在自己散步 然後看景色 我現在身上還有350塊 好啦 走啦 我們去買禮物 我知道了耶 我要買這個 不好意思 我想要無臉男的面具 請問多少錢 謝謝 不錯吧 妳好 請問 是 我有250塊預算 想買貓咪的東西 妳有推薦什麼嗎 是的 這個是陶笛嗎 對 像這隻 貓咪新增的陶笛耶 這個都是你們這裡自己畫的喔 對 都是自己畫的 好可愛吧 然後它有狗狗 還有豬的耶 有 那我要粉紅色貓咪 粉紅色貓咪 謝謝 拿去 對 我來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謝謝啊 好玩樂 任務達成 我等兩個禮物 有 謝謝 熊貓我跟你講 拿我謹慎的錢 這個是因為我說 因為剛剛我們在車上的時候 熊貓就說 我跟你講這完全看不到 因為它這個眼睛很寬 所以我覺得說 將會影響到它工作的效率 還有走路的安全 所以我在這邊送妳一個 很硬性的無臉男面罩 請換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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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還不錯 這樣看得清楚嗎 這是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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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搖晃2 哈哈哈哈 這OK吧 重點是完買貴 剛剛裡面賣100塊 每口的間店賣60 60 60塊 啊我這裡面買100 哈哈哈哈 因為大頭欸 幫我上 因為大頭三個字 然後第二個是 我們剛剛在那個 也是草堂 那裡不是有一隻可愛的小貓咪 然後我有發現說 妳一直拿妳的手機在拍它 然後我覺得妳是貓奴 所以這是送妳的禮物 妳先拆開 在附贈的 有個個人傻必死 妳看 然後妳轉 轉給他們看 這是一隻貓咪欸 可愛嗎 潮流單品欸 2022最新潮流單品 重點是 來 我跟你講 店家很貼心 還有執法 來 發 發就是全按 那那個 捨 捨一樣是全按 可是比較用力一點吹 有嗎 這是捨嗎 有沒有人有絕對音感 那來唱個 斗 肚子 喔有有 斗 然後再一個 再一個就下面的 然後再一個 哈哈哈 這是 救護車喔 哈哈 救護車 哈哈哈 阿白阿白 好可能 可以 有這種事情 太巧合了吧 什麼東西 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你第一次是我家鄉 可是我都沒有好好的逛過這個地方 原本我覺得城市很無聊 我覺得跟你們一起玩 我覺得很開心 Hitchhack 那個是我第一次 人生上第一次 超級好玩 我覺得更認識在定員 他們本來的一些飲食習慣 今天是完全隨機 其實就是蠻放鬆的 就是有時候那種隨機 反而會挖掘到不錯的寶藏店 很開心 終於有那種放下工作壓力 然後去享受每一個時刻 跟遇到每一個人 一間大約五個月 是瑞士 一間三次 1天 1 1 2 1 2 2